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重生 美琪是一家夜总会的服务员 因为被黑道大哥领辱不幸怀孕了 一直到怀孕四个月之后才想起堕胎这事 哎呀,咱不得不说 编剧和导演的心确实够大 两个人去医院一打听啊 吃瓜的医生说四个月堕胎有危险 建议上生下来 美琪的老公悲催书一听 就感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美琪也觉得生下来不太合适 于是便企图用自主研发的 辣椒配生姜的祖传秘方把孩子打掉 经过一阵瞎折腾啊 美琪感觉有点倒不上气 不仅头发蒙 而且两眼冒尽兴 眼瞅着戏份要杀青啊 悲催书一看急忙叫了救护车 然后和儿子一起陪那美琪前往医院 可乌漏偏域连一语啊 救护车在途中不幸出了车祸 多年后 美琪和老公悲催书的亲生儿子 拴住已经长大成人了 当年那个因车祸躲过一级的孩子 也长成大姑娘 虽然春花是黑道大哥的骨血 但毕竟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而且孩子是无辜的 因此美琪对这个女儿还是非常疼爱 马上就要到春花的生日了 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 美琪给春花买了一只小狗作为生日礼物 要说这么多年来 谁最闹心的 大必须是悲催书 甭管怎么说 美琪和儿子拴住跟春花还都有血缘关系 唯独悲催书啊 一看见自己的这个闺女 就想起来当年老婆被羞辱的亲战 家长春花整天在她眼前晃一 把她折磨得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大把大把净吃掉 晚上春花跟着悲催书刚回到家 小狗蹭了一下就蹿了出去 春花跟着小狗来到附近的小树林 发现了一个埋在地里的泛着绿光的玻璃瓶 春花是如获之宝 拿着瓶子抱着小狗就回了家了 春花打开盖子 从里面窜出一股绿色的气体和一只飞蛾 这两种元素正是悲催书生活的真实写照 她好想逃 但却又逃不掉 第二天下午春花放学之后 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骚扰她 这玩意儿来无影去无踪 把春花搞得是东西南北的分不清 春花这边刚摔倒 她老爸悲催书刚好开着车过来接着 幸亏这悲催书是老司机了 春花再捡了一条面 悲催书下车之后 对春花是不关不关 首先去检查了一下自己爱车的上市 春花知道她老爸不代解自己 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 因此她在悲催书的面前呢 总是战战兢兢如理搏冰 恐怕惹得悲催书不高兴 晚上春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小狗冲着冰箱指教板 她打开冰箱一看呢 一个小鬼头正在偷吃东西呢 把她吓得当时就吐了 加班的美琪回到家 发现了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春花 于是急忙给悲催书打了电话 两口子把春花送到医院之后啊 悲催书很快就离开了 医生经过检查 发现春花并没有什么大碗 开了点药就把母女俩打发走了 转过天 在外地上学的栓柱回来 这才是跟红苗正的亲儿子 悲催书的态度明显就不一样了 春花生日的这天小鬼头再次出现了 把春花吓得是花朵乱颤 心脏命差点烦 栓柱跟春花还是很亲的 兄妹俩一见面就抱在了一块 悲催书看在眼里 心里跟长了草似的乱糟糟了 春花在吹蜡烛的时候 再次出现了幻觉 把好好的一个生日聚会搞得是一团糟 而且还把悲催书的胳膊一划上 悲催书这叫一个郁闷 不仅头顶一片绿 而且脚踏青草地 王八钻道堂是窝火又别气 其实在春花小的时候 悲催书曾打算把春花给干掉 美其一看也没办法的 只好以死相逼 悲催书无奈只好放了春花一把 鉴于春花的情况 美其带着闺女去拜访了精神科的医生 可检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毛病 悲催书开着车回到家 一不留神把春花的狗给压死 这明显不是一个好兆头 栓柱带着春花到公园里烧烤 春花在卫生间里又撞进了那个小鬼头 栓柱把情况跟他妈咪一说 搞得美其是六生无主 单位的龙套室觉得美其可能是撞了鞋了 于是便把大仙少大妈推荐给了美其 少大妈跟妖魔鬼外斗争了一辈子 除了不为妻十二遍 业务能力不必松个公差多少 少大妈让美其拿点春花的东西 他准备开探做法 跟魔鬼大战三百回合 美其从垃圾桶里找到了一些春花的指甲和头发 交给了少大妈 再看这少大妈 点燃黄斧口中是念念有词啊 说林郑英你听清 快快帮我请救命 少大妈折腾了半天 累得是满身大汗 但一直没能跟魔鬼连上线 少大妈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闺女并没有被心灵缠身 悲催叔正在家洗澡的时候 被小鬼头精神控制的春花 把悲催叔的凉水给关掉 被热水这么一烫 悲催叔的智商一下子 像急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连门都不知道怎么开了 美其和栓柱找春花质问 可春花是死活不承认的 这个春花明明被小鬼头缠身了 可少大妈为什么没算出来呢 原来小鬼头早就料到少大妈会来这一手 于是便让春花 提前把美其和栓柱的头发手指甲 放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被烫得体无完肤的悲催叔 在医院做了深刻的反省 原来当年美其被黑道大哥欺负了之后 悲催叔厌不见是够恶气 不仅把黑道大哥气里咔嚓给啥了 而且还给屋里阉割了 栓柱说其实家里的这些糟心事儿 我小时候就知道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 所以说你这不是报应 主要是运气不太好 由于受了小鬼头的控制 春花的行为举止是越来越奇怪 因为担心妹妹 栓柱偷偷的在春花的房间里 装了个摄像头 母子俩一看全吓坏 急忙带着视频来到了少大妈家 少大妈一看全明白 说人命关天 事不宜事不能再等了 必须马上起谈做法 按照少大妈的吩咐 娘俩回家之后 栓柱带着春花到医院看我被催书 美琪则趁机在春花的房间里 把祭坛给布置好 等待着少大妈过来起谈做法 栓柱带着春花来到医院 卑催书一看到春花 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 他认为春花肯定就是 黑道大哥的鬼魂变 于是上去就掐住了春花的脖子 而美琪那边也出现了状况 他无意中从桌子下面的暗格里 发现了春花从地里刨出来的那个瓶子 这个瓶子美琪太熟悉了 里边装的是他当年堕胎时的血 咱也不知道他留这玩意干什么 后来美琪就把这个瓶子 埋在了附近的小树莲里 就在这个时候 空气中突然传来了小鬼头的声音 口口声声喊美琪妈妈 原来闹了半天 美琪当年怀的不止春花一个 而是一对绒凤胎 美琪用祖传秘方堕胎的时候 把小鬼头给干掉 导致小鬼头产生了强烈的咒烟 少大妈虽然法力高强 但小鬼头的怨念太重 猛力发功 就让少大妈的戏份杀了清了 如果你看过日本影片 黑少女就应该知道 像这种咒怨基本上是无解 它处在一个 天堂不疼地狱不爱的三不管地带 本以为小鬼头要把美琪拽进地狱 但后来发现是个误会 影片的最后来了一个大翻转 原来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全是美琪在昏迷中的幻觉 按照医生的说法 美琪已经昏迷了15年了 原来美琪当年堕胎失败 悲催叔和儿子陪着美琪 一起前往医院的途中发生了车祸 那场车祸直接导致了 悲催叔和儿子拴住的寒死 美琪则陷入了深度昏迷 这一躺就是15年了 美琪一听彻底梦圈了 说既然我的亲人都死了 那这15年谁替我付的医疗费呢 医生说那还用问的 肯定是编剧和导演呗 影片的最后 美琪来到了他梦中的那个家 你还别说 这个小段跟他梦中的是一模一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 平时生活要注意 有些地方不能去 龙眉大眼有你男 遇到他们要警惕啊